Hello,各位Homely的会员朋友以及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Homely Market Watch,今天是11月12号,拜四,我是Homely的MG,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是股票暴涨前的征兆, 今天的话我们可以拿这个这个案例给大家来举一下,就是今天银行股的一个领账,领账股这个BIMB的股票Holings,它今天涨了8.58%。 其实呢在银行板块来讲的话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利润了,对吧,但是怎么去找到它这个之前的一个征兆呢,给大家出来分析哈。 当然了这个是本视频的话呢,是仅供大家学习和参考的,就没有任何买卖建议和股票的一个推荐的一个嫌疑哈,所以呢每位投资者需要注意你的一个投资风险。 那会从三个方面给大家来分享,第一个是指数的解析,第二个呢板块的一个情况,第三个呢,那么股票暴涨前到底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征兆,对吧。 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指数啊,今天指数的话还是属于高开高走这个状态,那我们看一下高开高走的话呢,会不会有一些短期的风险啊,因为我们在行级好的时候注意风险,对不对,局安思维,然后呢行级不好的时候呢,我们反而呢要逆向去思考,看有没有什么机会。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KLCI,KLCI,这个是KLCI哈,整体来讲了,KLCI,我们昨天也提到一个概念就是呢,呃,这个超买的一个概念啊,短线上来讲,长线来讲的话呢,它是突破了这个前期的高点了,所以我们呢要看短期的一个情况,呃,突破以后,对吧,我们怎么去设置它的一个怀,呃,支撑位。 今天我在我的盘中啊,盘中的这个解读里边呢,就给大家是讲到了,我们要设置这个,给大家看一下啊,设置一下,它的这个盘中的这个support的话,应该就是昨天的这个,看到吗,呃,这个位置啊,昨天日线上出现的超买信号,就可以以它作为什么,一个支撑位,嗯,在哪啊,这个字太多了啊, 对,等超买结束进入到这个调整位置,所以我们看到昨天啊,当我的鼠标呢,放到这个时候啊,mouse放到这边的时候,右边的筹码是红色,就代表着市场进入超买状态,超买就是有特别多的人,就是overboard的人去买它,那么短期来,呃,随着超买的结束一定会进入到调整的时期,啊,我们打一个比方哈,在这边,红色超买结束以后啊,回归,右边的筹码回归黄色,就是超买结束了, 那他们一直调了多久了,调到这边,啊,调了很长时间了,对吧,调整了很长时间,市场强的时候,它是横盘调整,市场不太强的时候,它是回调调整,所以呢,我们要注意一点啊,现在指数已经是,啊,啊,超买三天了啊,之前一次超买了多少天了,很长时间,从这一天开始,一直到这一天,一共调整了差不多九天时间,对吧, 那么现在是三天时间,所以呢,不是要大家去卖股票,而是呢,在超买结束的时候呢,注意风险就可以了,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到的啊,那目前的话呢,呃,从板块情况来讲的话呢,我们也出现了这个,呃,超买的一个板块啊,就是昨天,呃,如果你有收看我的视频的朋友了,应该就知道了啊,昨天我跟他分享的是科技板块,昨天科技板块呢,第一天超买,我们看到吗?今天看到吗? 昨天我给大家发了,啊,画了图,就是这个蜡烛,超买今天,啊,昨天结束啊,前天还在超买,昨天结束,今天继续下跌,我说了,跌破这个蜡烛是不是就应该出来啊,昨天没有出来的朋友,今天是不是出来了,短线啊,短线,上次超买在这边,对吧,也是调整了,差不多一个月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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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结束的,对吧,所以短线投资一定要注意风险,对于长线投资者来讲的话呢,是正常调整,如果还没有进去的朋友呢,你可以等调整结束以后,再进场,那么强势股或者强势板块, 调整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一个机会了,我们看一下今天的一个板块的话呢,呃,主要是这个银行股领帐哈,银行股领帐,但是也没有说特别强哈,你看,只有1.7%我们知道,强的时候,当市场很强的时候,它的领帐的板块,可能达到七,七八个巴仙啊,特别厉害,那今天来讲整个市场的话,上涨的股票也就是500多只,对吧,不是说特别活跃的这种,嗯,成交量啊,整个马股成交量已经只有80个亿了,好像是,80个亿, 前面几天的话,有100多,120个亿,所以呢,呃,成交量是萎缩了一些一些,但是这个萎缩的话,我们去看啊,嗯,就是,从趋势上看,是不是真正的一个萎缩,从这个银行板块来看的话, 我们看到了,它其实就是,呃,肯定是强势板块嘛,对吧,我们看板块这个价格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下面是有红色的庄家资金来支持的,到今天为止呢,整个financial啊,银行板块的庄家控盘率是68%,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数据了, 那么它是昨天开始启动的,那我们看到它昨天启动,其实有什么征兆呢,我们发现了这个庄家,第一天突破了50%,对吧, 前面中间是有一个调整的过程,从11月18号一直调到什么时候,调到这个12月8号,20天时间,调了20天时间, 但是这个20天,调整的时间呢,庄家一直是在,并且呢,是微微上涨的,所以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今天等一下给大家分享的说, 庄家起爆的一个信号,这一波的话,哎,你可能会说,这一波好像是没有起爆的一个信号,哎,啊,前面没有庄家怎么办, 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安全起爆的方法,这种方法呢,啊,它是有这种几率,但是呢,我们是需要拿另外的方法去跟踪的, 对于大部分的投资者来讲的话,它是很难去找到第一波的,所以我们如果有方法,或者是有确切的方法能帮我们找到第二波, 而且你的安全概率更高的话,肯定是我今天讲的这种方法,就是说,在这个,啊,爆拉之前的话, 有庄家慢慢去叙事的一个行为,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称为这个,庄家埋伏的一个行为, 怎么讲呢,庄家他在进行拉伸之前,他一定会有一个, 隐蔽建仓的一个时间,那这个,这个地方呢,我们叫做什么,隐蔽洗盘的一个时间, 他通过打压价格,把你打压出去,其实呢,他在收集一个筹码,所以呢, 他是一个隐藏什么,收获的一个时间,对吧,所以这个时间呢,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啊,这是银行板块,所以呢,他还是比较强的,对吧,还是比较强, 是非常有潜力的一个板块,银行股和能源股都是这样子的,啊, 啊,只要疫苗股没有什么黑天鹅事件,都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调整完以后,就是调整都是你的机会,调整完以后,就是你进场的机会, 这个是没有问题啊,但是不是每一个银行股,每一个疫苗股, 每一个能源股,你一拍老门就买进去的,对吧, 那一定要配合技术面呀,啊,对吧,技术面有资金,有庄家的才可以啊, 没有庄家的,哪怕基本面再好,公司盈利再厉害,也是不可以的, 对吧,这个呢,我们是站在帮你出获利的角度,而不是说,啊, 只是公司好的角度,公司好的角度,公司好,但是你不能获利的话, 也是不可以,对不对,好,我们看到下一个,这个是,啊,指数了,啊, 然后这个construction,最近也是有虚势的这种行为,对吧,啊, 也突破了这个白线啊,白线是牛熊分界线,也是不错的,啊, 这个是清凌指数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健康医疗板块的庄家还是一直在减少的, 所以呢,还有手头骨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风险呢,啊, 现在所有的这种阳线的话都是很小的一个投机机会,啊, 最好是呢,你就换一个强势的板块,对吧,啊,整个板块都不好了, 你为什么要去做它呢,对不对,啊, 这个是工业板块一如既往的强,并且还是在什么, 创短期的这个,啊,创这个新高,而非常强势的,啊, 这个工业板块之前提过,对吧,有很多值得去做的板块, 而且呢,看它一直是高度控盘的,所有板块里边,对吧, 最近涨得最厉害的啊,就是它呢, 还有这个地产,地产的话是突然拉起,是比较厉害的, 现在庄家控盘率是在83%,也是非常厉害的, 调整了三天,但是这个三天都没有跌破,扬住一半, 所以呢,是轻微的调整,一旦调整结束, 又是一个爆发的机会,因为它的庄家正在, 是吧,保持,保持,就是它蓄力的一个时候, 那么,庄家的可能会通过,通过打压价格, 把前面赚的钱的散货给洗出来, 如果你看不懂,你可能在这边卖掉了,对吧, 看了懂的朋友呢,可能压根就稳稳拿住了, 对不对,那如果做特别短线的朋友呢, 你一定要守住它,等它再次启动, 一定是你上车的一个机会, Consumer,Consumer的话没庄家啊, 但是呢,我们发现最近的话, 也有涨得比较好的这个消费股板块, 对吧,嗯,所以呢, 你需要这个个股里边下一点功夫啊, 嗯,啊,这个, 种植股啊,这个是公共失业, 然后这个是交通运输, 我们也之前经常讲过的, 也是蓄力的一个行为,对吧, 庄家控卖率是67%, 调整的两天, 它比刚刚这个, 嗯,要调整的厉害一点啊, 它是跌破了这个, 这个这个一半的位置了, 所以呢,嗯,怎么说呢, 只要它,那我们设下一个指引位的话, 就是指损位的话, 就是这个红线, 不要跌破红线就可以了, 嗯,这个是Small Gap, Small Gap也进入调整了, 对吧,调整了好几天了, 还有这个Telecom, 也是一个蓄力的一个行为, 我们看到啊, 这边是调整的四天, 但是庄家的基本上没有减少, 庄家的控盘率是51%, 而且基本上也没有跌破, 这个一半的位置啊, 所以呢, 再次启动啊, 也是具备有什么, 再次爆拉的这种, 啊, 趋势啊, 爆拉的这种形态特点啊, 这个板块, 哎, 这个科技股啊, 科技股呢就是知道的短线调整啊, 刚刚已经讲过了, 呃, 能源股的话呢, 它也是一个叙事啊, 不过它的这个价格方面波动性大了一点, 它今天也是受到这个消息方面的一个影响, 对吧, 消息方面的影响说这个美国, 美国的这个供应量, 创了四月的以来的一个单州的一个新高增幅, 最大单州增幅, 所以影响到了一些投资者的一个情绪, 但是我们看到啊, 庄家资金还是没怎么减少73%也是个蓄力的一个行为, 只不过呢, 短线投资者需要注意啊, 它已经贴破了这个阴线一半的位置, 后面的话需要突破这个阴线一半的位置, 差不多价格是943, 突破它才可以继续再考虑, 短线投资者啊, 而这是所有的一个板块, 所以我们发现看的话呢, 这些复工的一个概念, 对吧, 都还是很强的, 那么, 呃, 这个银行板块对吧, 然后石油板块都是蓄力的, 包括刚刚讲的这个, 那好像是Constra吧, 还是哪个板块, 又忘了, 这也是Constra也是在蓄力的一个板块啊, 还有这个工业板块, 对吧, 这个地产板块呢, 啊, 对, 刚刚讲的是地产板块, 对吧, 地产板块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蓄力的一个形态, 所以呢, 啊, 这些都是属于这吧, 这个这个复苏的一个概念, 那么疫苗的消息的话可以, 哎, 讲一下最新的一个进展啊, 啊, 现在来讲的话呢, 嗯, 我们昨天是也说到这个中国的国家, 国药的一个新冠疫苗在阿联酋货币上市, 今天的话呢, 中国的国药控股呢, 在全国啊, 中国配送演练, 被到, 到配送演练的一个情况啊, 估计在本月的话会货币上市啊, 国药集团, 在中国啊, 我说, 然后呢, 辉瑞的话呢, 在本周也会在美国货币上市啊, 基本上是没有太大问题, 啊, 啊, 临床的话呢, 会有一些个别的一个案例, 但是呢, 也不会造成太大的一个影响, 不会影响总体的, 就是有一些过敏投资者啊, 过敏的这个患者, 他可能会有一些反应, 但是总体来讲是不错的, 啊, 就是这个是疫苗的一个情况啊, 啊, 然后呢, 啊, 这个对对对, 就讲完了, 关于疫苗的一个情况, 所以, 啊, 我们需要注意的话呢, 它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黑天鹅事件的话, 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 还会继续是刺激这个整个经济的,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报生股啊, 报生股拉的一个征兆, 刚刚讲到了一个, 其实, 嗯, 讲到这个银行的这个啊, 5258, 啊, 它爆了之前的话, 我们看到啊, 对吧, 前面呢, 是有庄稼序理的, 我们看到这个1, 2, 3, 4, 5, 6, 6天都是非常平稳的一个形势, 对吧, 如果你不懂得去看它的一个资金情况的话, 基本上你这一天就错过了, 对吧, 算, 我不是告诉大家, 这个股票占完了, 你就, 你就怎么怎么的啊, 你要掌握这个方法, 对吧, 你后面才能够找到相相类似的一个股票, 对吧, 我们呢, 用软件是可以直接去帮你选出来的啊, 用软件直接选就可以了, 对吧, 有很多种方法, 我们呢, 随便选个方法, 对吧, 就是选这种方法, 当然选出来以后, 不是说每一只股票都可以买啊, 我们需要去进行简单的一个分析, 对吧, 比如说我们选到的啊, 我们大概看一下, 0022, 我们选出来, 你看啊, 它今天的话, 其实也有一个拉的一个行为, 啊, 今天的话, 它是涨了11%看到吗, 但是它拉之前看的前面也是高度控盘的, 对吧, 高度控盘, 庄家都是在87, 88%以上, 今天庄家的话到89%, 是不是有一个虚拟的一个行为啊, 这个11%也不错了, 对不对, 而且它前面的话也是属于安全的股, 对吧, 也是属于安全的股, 那么看, 看这边有很多啊, 啊, 包括第二个, 对吧, 这个0038也是不错的, 你看, 它今天是没有, 还没有账, 对吧, 但是我们发现了, 它的前面的话, 庄家也是非常多的, 现在是77%, 当然是没有出现买点就不能买啊, 什么时候才叫出现买点啊, 我们看到它的60分钟图, 60分钟图, 然后呢, 轻转红就可以考虑, 对吧, 现在还是轻轻轻轻轻, 就不要买了, 等它轻转红就可以买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日线图呢, 是有足够的庄家的, 所以呢, 这个就是正常的一个调整, 对吧, 那它爆账之前的话, 肯定会有个调整, 调整的时候, 庄家维持或者是, 一直是保持控盘的话, 都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们看看刚刚这个0022, 对吧, 这个Palo, 我们刚刚选出来的, 你看啊, 它调整完以后, 你看今天这边轻转红, 对吧, 11点钟就有一个买点, 你买进去以后, 你看啊, 今天我们赚多少, 对吧, 今天就5个小时, 我们就赚11个巴仙, 非常好, 对不对, 这就是它的一个征兆, 那我们为什么今天是可以买了, 就是因为我们刚刚看了, 它昨天的话, 对吧, 一直都是庄家高度控盘的一个状态, 所以再次拉的时候段, 有出现买点的话, 就是你的一个机会来了, 对吧, 包括了我们这边还有很多啊, 包括这个0093, 0093的话, 现在也是调整的一个时间, 调整的一个时间, 那么它之前拉, 拉伸之前, 看这边, 这一波对吧, 拉伸之前的话, 是不是也是庄家在高度控盘呀, 看到吗, 庄家高度控盘, 但是价格并没有起, 那你看到这种形态的股, 形态股你就放大眼镜, 对吧, 然后呢, 拿软件去跟踪, 它的一个买点就可以了, 对吧, 放大软件去跟踪的买点就好了, 包括还有这个里边, 我们这, 嗯, 看这个啊, 看这个0155, 0655, 现在也是这种形态, 对吧, 这个就还没有起了, 对吧, 看它也是, 现在价格没怎么起吧, 今天才起3.4个巴仙, 但是呢, 它的庄家从这个12月3号开始, 就已经高度控盘85巴仙了, 一直到现在都是维持在85, 88巴仙左右, 所以后面起的话, 对吧, 是不是你的机会啊, 但是这个不是推进股票啊, 因为什么时候起, 我们是不知道的呀, 对不对, 它也许也不起了, 有没有可能啊, 完全有可能啊,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要有软件, 那你就找到它的这个图啊, 0155, 这个照样式呢, 它的一个分钟图, 看到吗, 分钟图, 呃, 60分钟图, 看它今天尾盘是不是就轻转红了呀, 对吧, 你看, 尾盘拉的多厉害呀, 为什么它一下能够从, 其实你看到尾盘啊, 拉了多少个巴仙呀, 从这边上去, 一共应该是拉了五个到六个巴仙的, 对吧, 一共是拉了五到六个巴仙, 是尾盘拉上去的, 为什么它能拉呢, 对吧, 是不是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呀, 因为它的庄家蓄力了很久, 对不对, 所以呢, 有软件的话, 你就能够准确的买在啊, 刚刚说的这个60分钟的位置, 对吧, 啊, 我们也不怕它跌, 因为庄家是高度控盘的, 包括呢, 还有啊, 还有我们看一下, 这边很多啊, 比如说5082, 对吧, 这个股也是非常好的, 看到吗, 最近它涨得这么厉害, 今天涨了16个巴仙, 是不是有原因的呀, 庄家一直是高度控盘, 看到吗, 前面的话也在涨, 大动不厉害, 为什么最近两天能够一天涨10多巴仙, 10多巴仙, 也是因为什么, 庄家前面有个蓄力, 对吧, 庄家蓄力在拉, 你不要想着, 你先不要想着去抄这个底啊, 这个底跟你没有关系, 我们要抄的是这一波, 你把这一波能抄到了的话, 你再去考虑这一波好不好, 我们一步一步一步来, 不能够一口吃成胖子,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还有很多啊, 我们随便看一看, 包括这个, 0132科技股啊, 但是我们看前面, 对吧, 调整这么长时间, 调整这么长时间, 但是呢, 庄家的没有走掉啊, 庄家没有走掉, 后面呢, 直接就起来了, 对吧, 后面就直接起来了, 飞了, 对吧, 所以呢, 你看, 暴障之间什么, 庄家在什么, 匍匐在埋伏, 对吧, 能看见的话, 你就可以去选他, 还有很多啊, 包括这个, 0215也是啊, 你看0215, 看到吗, 这边, 这两天暴障之前, 是不是也是在蓄力啊, 看到吗, 这调整了123456, 调整了6天, 忍不住的朋友, 对吧, 没有耐心的朋友就丢掉了, 丢掉以后就飞了, 看到吗, 对不对, 然后呢, 还有啊, 这个很多啊, 包括这个, 3778也是的, 但是现在也是在蓄力, 对吧, 还没有拉了, 还在蓄力, 嗯, 嗯, 还有啊, 这个, CN25, 对吧, PA, 他现在也是在蓄力的一个情况, 对吧, 包括还有这个啊, 5185, 对吧, 5185这个是FM Bank, FM Bank的话, 现在拉的这么厉害, 你看前面, 跌的这么厉害, 但是你看他装价小了吗, 基本上没少, 这也叫蓄力, 对吧, 所以呢, 这一波你是少不了的, 我们看这不多少啊, 银行股的话, 你这一波能够, 在五天里边, 赚个八九个八仙, 不错了, 对不对, 八九个八仙不错了, 那你说, 我想赚这个啊, 这个跟你没有关系, 我们先不讨论这个, 我们这个更安全, 对吧, 这个更安全, 已经有装了啊, 有装了, 这不一样的, 好吧, 这个就是给大家分享的这个股票爆拉钱的一些征兆啊, 你要先认识他, 然后呢, 我们再去选股就很容易了, 希望每一位投资者的话呢, 掌握这个方法, 然后呢, 即时, 对吧, 或者是在现在还有好机会的情况下, 对吧, 很多这种, 这种价值被低估到, 有整个公司好的这种股票啊, 其实是有很好的一个机会的, 就怕你们找不到啊, 所以有个软件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好吧, 行, 那我就今天的这个课程大概就是讲到这儿, 但是我们呢, 在盘中的话会有这个行情的一个分享啊, 盘中交业日的1点钟左右的时间, 会给大家分享这个行情, 包括指数和板块的一个解析, 还有个股的一些操作的一个策略, 如果你想要收听的话呢, 就可以直接发送HomelyLunch到011-1652-7962, 直接发送HomelyLunch到011-1652-7962, 如果你觉得今天有学到新东西的话呢, 可以直接给我去留言啊, 留言或者是点赞我的频道, 大家一定要多多点赞啊, 这个这样是我做出更多内容的一个动力啊, 但如果你想要加入到我的WhatsApp广播组啊, 或者是参加Homely的Preview Class, Homely的Preview Class的话呢, 是最近的话是拜六啊, 拜六的下午两点钟会有一个, 这边啊, 拜六下午两点钟啊, 有一个当家行情操作策略的课程, 想要参加的朋友直接找我报名011-1652-7962, 好的,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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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